东北亚大国南韩的国土交通部 在4月就宣布要成立一个专门团队 他们要推动海外城市开发 希望能够出口K-City 第一个项目选在越南 国土交通部部长在7月中就到越南 讨论城市一起合作开发 如果订单成了 他们会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 打造一个会容纳15万人的新都市 而模板是拥有韩国戏骨之称的板桥新都市 两个星辰的面积因为规模差不多 那么所以为了支持民间企业 参与这一个城市出口计划 南韩新设了1.1兆韩元的资金 鼓励韩国企业到越南投资开发 交通方便 大楼林立 这里是南韩经济道彭塘板桥新都市 从昔日的农业圈转变成 Never Kakao等韩国龙头企业 选择落脚年产值超过70兆韩元的韩国戏骨 现在越南北部即将以此作为范本 打造类似新城市 韩方计划在越南北宁省建设 类似板桥新都市的越南新城市开发项目 在2025年至2060年间 打造一座面积约850万平方公尺 拥有49000户住宅 可以容纳约15万居民的新城市 若是韩方能顺利签下这一订单 将会是南韩第一个向海外出口 韩国城市的项目 而这一韩月城市开发合作项目 其实是去年六月南韩总统 尹熙越访问越南谈下的成果之一 2022年韩越两国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自此双方经贸往来迅速成长 去年尹熙越访问越席 再度凸显对越南市场的重视 目标2030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500亿美元 今年六月越南总理范明正回访南韩 不只和尹熙越讨论了贸易投资方案 也趁难得机会 和超过350名韩国企业家齐聚一堂 上业会坛上韩越双方达成共事 扩大供应链数位和能源领域合作 韩方也加码鼓励其他行业企业入住越南 为此各行各业先后响应政府政策 加速进攻越南市场 像是这家韩国财中企业 近几年透过在社群媒体开设账号宣传行销 现在已稳居越南电商平台销售排名上位缺 得益于专攻经营越南市场 这家美装公司2023年上半年销售额达到304亿韩元 创下开业以来历史新高 而韩国知名便利超商GS25也进军越南南部地区 五年间门市增加到211家市占率近攀升至首位 乐天集团去年9月则在越南河内西湖地区 开设了大型综合购物中心 乐天集团夜心勃勃希望今年购物中心销售额 能达到台币52亿元 立志成为越南最大百货公司 南韩各大企业目光转向东南亚国家 收入当局的新南向政策是否能成功 备受关注 TVBS新闻 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